哈喽大家好,我是三爷 那么可能你是被这个方面吸引过来 没错,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个小实验 就是在这个肉先生的游戏里面 让一大堆警察过来肉先生家做客 这次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幽灵模式 这个游戏新版本不是加入了警察的这个角色吗 今天我们就请一堆警察来肉先生家做客 前面都还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请一大堆警察过来肉先生家做客 首先是要打电话 那现在是幽灵模式了,所以这个肉先生不会管我 我们直接给警察打电话 打之后他会直接过来 好的 那么现在警车应该就会在外面 还没来吗,赶快过来啊 警车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更多的警察过来呢 这个戴帽子的这个第一个警察首先他要倒地啊 倒地的可能性有很多啊 我们先来试一下第一种,第一种就是把他枪毙了 枪毙,我们首先要有子弹 我没子弹啊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让肉先生把他打晕 那么肉先生要把他打晕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拿到证据,不然肉先生是不会管他,你看你看 肉先生都不鸟他 如果按正常模式他也不会鸟他 就当他透明,你看他走了 哎呦,被他跑了 哎呦,我不能出去了 原来铁钱在洗衣机这边我找了半天,我就是要这个道具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二楼把这个板子给拆了 然后我们就能拿到子弹 好的,咱们过来了,这次的话你看有子弹了 啊,我们找一下那个秘密钥匙在哪里 看到没有,警察就在这里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枪直接击毙他 过来我家做客 哎呀,第一个,哎他来了,他来了,啊,第二个警察 嘿,你好啊 嘿,戴眼镜的眼镜哥 嘿,两个人 我重新开了个存档 这次都要有秘密钥匙了 下来这里,然后呢 拿到这个照相机先 好的,我们终于能拍下他的犯罪证据 这次的话我们就可以弄一堆警察在门口了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实验 请一堆警察过来我们家做客 好的,我们拍下他的犯罪事实 现在呢,我们就有这个证据照片 我们再去呼叫警察 警察马上就到,你等着让警察跟你单挑 哎哟,先把这个丢到这里了 我们去拿那把猎枪 猎枪拿起来,装上子弹 警察应该过来的,过来的 我们把这个丢到地上,吸引肉先生过来 然后再把证据给警察 啊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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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他们两个 哦,你看 被他直接,被他直接撬一朵 第一个 来,继续 今天让 最少五个警察过来我们家做客 啊,第二个警察没有 开车过来的 肉先生就在这里 呵呵,不要卡住了 来,拿着 OK OK 来 过来 啊 啊 第二个 来 第三个 因为他们 走路过来啊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这么久啊 第二个跟第一个比的啊 原来是自己走路过来的 他不会还是走路过来吧 我看一下 我去二楼看一下 没有看到人啊 来了来了 第三个 嗨,你好啊 第三个警官 为了让你们不睡在一起啊 比较舒服一点啊 分开你们 啊哈 对 啊哈 走啊,去啊 过去啊 八什么呆 啊哈 啊哈 哎,我应该让他们睡一起 不然的话 看起来就很空 搞了 搞了 来 快点 打架打架打架 哟 来啦 这是最后一个 今天的主题 让肉先生增加堆满警察 最后一个警察 他自己跑进去了 没等那个肉先生过来 他自己跑进去了 那他现在回来了 对 把肉先生吸引过来 啊 他自己过去找他了 你看 啊 哇 你看,所以说这样就分散了 虽然也是让一大堆警察过来 这里玩爽 你看 一共来了五个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啊 虽然说他们几个人的 失手没有堆在一起啊 不过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啊 让五个警察过来肉先生家做客 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那么喜欢小伙伴们 不妨点一波关注啊 谢谢大家,拜拜